你好 我是Kim 新年快到了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未來2015年他們的運程會是怎樣 哪一種算法會較為準日 如果要講到準的話 就應該講止評百字 百字它的準確度是振著百成多的 它之所以為這麼準 原因是因為它會組合超過一百萬元 未有五代十國徐子平的止評百字 靠命食之前 至唐朝以來古人算命其中一種方法 就是以這個連枝 即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新朝 如果我們用新朝去算命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要是會講這個神煞 即是我們所講的吉星、空星 而這些所謂的神煞 其實它們按年不斷循環 所以它本身就已經有它的局限性在 於是就有人把八字裏面的十神 就放進去裏面 即是我們所講的比堅貼財、直神相關、正天財、官殺和正天忍 你一定會想 在現今全球人口超過七十億 段股都不會區區只有十億種運動 話雖如此 其實新年用新朝去預測 未來的那年的運期 在我們華人社會裏面 早已成為傳統習俗 就好像我們新年去派例子 我們用那個例子去趕走那個年就一樣 不如我們現在馬上探考一下 未來的2015年的新朝運動是怎樣 熟龍的朋友分別有1940、1952、1964、1976、1988 2005年和2012年 以納春後為準的 熟龍的朋友在2015年會變得非常忙 簡直是辛苦的一年 十分耕耘、七分收穫 雖然失分,但也好過沒有 在2015年會有很多視自卑卑的 所以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緒 會有很多不關自己的事都會來影響自己 所以閒事莫理,遠離小人 雖然熟龍的朋友在2015年是沒有桃花星的 但是幸好有貴人星 吉星方面就有福德、天德和攀安星的 福德和天德都是一些很強的貴人星 所以一定有工作運 而攀安星是指騎上馬那裡出去外面做事的 這是暗示有地位的行星 所以在2015年的工作通常都會左騰右騰 另外權力也會上升 當中是以1952年和1964年熟龍的朋友 是較為好運的 空星方面是有披麻、捲舌、絞殺和孤寡的 披麻是暗示家裡有人會病 所以特別需要留意家裡的人的健康 尤其是本身已經有長期病患的家人 要對家人多點關心 至於捲舌和絞殺都是一些是非聲的 會令你家裡或公司都會炒大鑊 或者在同行裡出現一些明針暗鬥 總之就要小心自卑 熟龍的朋友在2015年會因為煩口舌 而造成很多煩惱影響自己的運動和憑水 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可以聽一些詩歌、旗下討 跟神聊聊天、播一些新經 如果抽到時間的話 就可以去接近大自然、寫下文 總之就遠離人群,享受一下寧靜 而這個孤寡聲是會影響夫婦之間的感情的 熟龍的朋友在2015年特別是會覺得很孤單的 不論你是已婚或未婚的 所以就要找方法去令自己開心 Shopping 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健康方面 在2015年需要留意的是脾胃和潛水 特別需要留意的月份是農曆的2月、3月、6月、9月和12月 至於有什麼催急避空的方法和風水佈局 層前可以瀏覽我的官網 天聖資格勾的心指錦朗 又或是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定期會上載一些最新資訊 最後祝大家揚而賢好運 心想事成、身體健康、財運運動